欢迎收看这期的雷师傅说 这一期我们抢先到4S店 给大家体验这辆丰田全新的皇冠路方 我们来看看它和广汽丰田的 哈兰达有什么不一样 三点不一样 车灯就是这款车和我们之前拍摄的 全新的哈兰达 它的车灯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其次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它的车标是皇冠 而不是丰田的标 然后再来就是 它下面雾灯的区域的位置 和广风的哈兰达也是不一样的 那在车尾 其实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么几点 第一 它是一个丰田的标 其次就是它和哈兰达一样 把所有象征身份的东西 全部给你贴在了车尾 比如说伊丰 比如说这个路放的英文 再比如说这个hybrid混动 再比如说四驱 它全部给你标在了尾箱门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之前拍摄的那个哈兰达 它的车尾是相对比较低调的 然后排气没有外露 但是这辆丰田的皇冠路放呢 它后面用了一个单边双出的排阶造型 或许是可以体现一下这个车尾的力量感 或者说是运动感 现在去车内敲一敲 坐进了皇冠路放的车内 所有的这种配置啊 然后包括这个内饰的整个设计啊 非常的眼熟 就是仔细观察了一下 其实好像和我们此前给大家拍的那辆哈兰达 基本一毛一样 但是呢还是有些细节不同 比如说这里 它用了一个类似于碳纤维的这种拉丝面板 然后手感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下面这里呢也是皮质包裹 当然这个是跟哈兰达一样啊 然后其他方面 内饰的大体布局啊 包括这些旋钮啊 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皇冠的logo 这个标 哈兰达是风险表 路放呢是皇冠表啊 可能能体现一定的尊贵感 其他方面什么液晶仪表盘啊 挡霸区域啊 包括这后面的驾驶摩饰 包括这里啊 都和哈兰达一毛一样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倒车影像是一个什么水平 因为了解风险的人都知道 它的这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啊 清晰度确实是不高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车是什么情况 来 现在挂着倒档 啊 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整个这个 倒车影像和旁边这个360环影啊 整个的这个画面啊 是非常的清晰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这个中控啊 就是因为它中控屏幕加大了嘛 所以说很多人买这辆车的时候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这种消费者 去买这辆车的时候一定很关心 它的这个 屏幕啊 好不好用啊 首先好不好用看几点 第一是它整个UI设计 这个屏幕的整个UI设计 我觉得 还不错啊 就是你至少用起来就比较顺手 就各个各个这种配置之间 你至少比较是吧 比较顺手 它呢也支持方向盘上的这种选项调节啊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的音量调节键啊 在这里 这个音量调节键 我觉得如果你做成旋钮了 可能会更好 或者说你现在是触屏的状态 哪怕你给我来个震动反馈 我觉得也是极好的 但是现在 它没有震动反馈 反馈盘非常的TNGA 开过TNGA旗下的车型 比如说亚洲龙 亚洲狮 那你坐上这个车 你肯定非常的熟悉 它这个按键的触感 相对来说也比较好 它没有用到那个触屏按键啊 这一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触屏虽然说能体现科技感 但是实际盲操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误操度的这么那种容错率在里面 然后其他的方面 前排一个点音器 两个Type-C 一个USB的接口 中间巨大的储物格 我半个胳膊都能在里面的一个储物格 非常的大 就是整体也体现了这种 丰天家族一贯该有的这么一种性格 就是各种都非常的实用 包括这里的储物格都非常的实用 然后也比较好用 这也是我觉得这辆皇冠路放的优点 然后舒适性方面啊 它的座椅和此前拍摄的哈兰达一样 同样都非常的柔软 而且我坐在这里 我觉得它的座椅的陷入感 是要比之前拍摄的那款哈兰达要稍稍好那么一点 就是座椅很软 然后整个头枕虽然说头枕偏硬啊 但是整个人坐在这里 它整个给你提供这种陷入感 是比较好的 对 这是这个车我觉得前拍的一些优点 现在去后排看一看 森田皇冠路放的车身长度是要比哈兰达更长的 它的车身长度达到了5015毫米 所以间接的也是说明它为车内乘客 或许会提供更好的空间表现 现在呢 我坐在了皇冠路放的后排 它的后排空间目测 其实和哈兰达差距不大 配置方面 这边单独控制的空调区域 然后后排座椅的加热 下面是150伏的这个插线板的电源 旁边是两个Type-C的接口啊 配置方面其实也和哈兰达基本上相同 但是有一个细节就是 芬田皇冠路放的这个后排座椅的滑轨 是要比哈兰达的滑轨长度要更长的 那么是不是代表这辆芬田皇冠路放 第三排的空间表现会更好呢 现在我们就进去吧 其实坐在了皇冠路放的后排 第一感受就是其实和哈兰达的差距不是很大 还是在前排保证能坐人的情况下 我后排有一指的腿部空军 然后座椅的舒适性确实还是可以 因为它的后排座椅靠背支持调节 所以说你坐在后排哪怕是应急的状态 你也不会说像坐小板蛋一样 另外还有个细节就是 这辆车的第三排座椅的不管是坐垫还是靠背 颜色都是不能选的 比如说你的第一排和第二排内饰座椅选择了红色或者黑色 但是第三排它只有黑色 所以这也间接的说明了厂家在生产设计这种七座SUV的时候 第三排就是用来应急的 然后最后跟你们说一下动力 这辆车的动力其实和丰田家其他的那些混动车型 就是2.5的那个混动车型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它整个动力总成和汉兰达也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我还想说一下这辆车空间 它整个车身尺寸是要比汉兰达要更长的 这样的车身尺寸除了能保证第二排有一个比较宽裕的空间之外 它的后备箱在七座的状态下也是要比汉兰达更大的 我们要打开后备箱 就我记得汉兰达的后备箱是在这个地方 对这里差不多是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后备箱盖板开启 但是黄瓜路放它后备箱在七座状态下确实是要比汉兰达要更大的 这是这个车的优点 然后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凤天路放 可以看到这辆车其实它车头确实我觉得是要整个设计 包括车尾的设计确实是要比汉兰达运动 因为它的美版就是运动版的汉兰达 所以它来到国内之后呢 它挂了一个皇冠的标 然后提升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调性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车现在要加价 当然这个所以在它和汉兰达两个车都要加价的情况下 你们会选择这个更高端的丰田的皇冠路放呢 还是会老老实实选择一个普通版本的汉兰达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当然这两款车日后我们也会去一一试驾 在试驾完了之后呢 再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两款车各自的一个驾驶感受 感谢观看